内地国营电视台一个女私人助理 在马来西亚吉隆坡国际机场 被移民局官员扣查十几个小时 索取超过3万港元的放行费 怀疑有官员贪污 马来西亚首相安华承诺撤查 马来西亚首相安华 星期日突击巡视吉隆坡国际机场 随行的包括警察总长 和机场移民局行动主任等人 调查移民局官员被指涉贪的投诉 安华表示大部分移民局官员都尽忠职守 但不排除有一小撮害群之马 他承诺政府必定会撤查 如果有官员有不当行为 会采取适当行动 安华又说 星期三的内閣会议会商讨事件 新加坡传媒报道 说马来西亚旅游艺术及文化部部长张庆迅 上个星期五接获马来西亚 驻广州总领馆求助电话 说中国官方电视台一个高层人员的女私人助理 上个星期四陪同上司从深圳飞底 吉隆坡国际机场之后被禁入境 理由是他所持的旅游证件有不一致的情况 在预言不通的情况下 他被移民局官员扣留问话超过15个小时 期间被索取18000令吉放行费 折合大约30400港元 在张庆迅介入交涉之后 那个女人获准入境 而她的上司并没有被扣留 张庆迅说移民局有官员涉探 要求内政部和反贪污委员会调查 反贪会星期一将会就有关指控 会认张庆迅和涉案的女人 请不吝点赞订阅